以下在厨房里忙着备料 以下又跑到外面 确认白板上 长辈们送餐的个别需求 留着妹从921地震后 就到协会工作 从医疗车司机 做到出工妈妈 将来我也会老 对对对 因为感恩就是心 对对老人家 资深前辈带领部落里的年轻人 投入送餐工作 朱小凡算是新生代 当然是吃光是最好 然后我们会很快乐 然后剩菜我们会 就要检讨了 深庚德马问协会 源起于921地震后的 部落文化重建 18年前成立共同厨房 实践原住民共食共享的传统 每天为弱势长辈 与重症患者送餐 不只送便当 也顺便关心老人家的状况 有时还要充当维修工人 我那个大门帮我弄一下 大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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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硬帮我弄一下 看能不能比较软能开 好了 来了 帮你弄好了 好了 那我们帮你关了 好 先走了 拜拜 我们在送餐 过年的时候 我们都会一群妈妈 就去帮她打扫 曾经是一个个样老人 就是没有家人 那她往生的时候 我们也就变成她家里去送 就送她最后一层 协会经费有限 要做慈善 必须自给自足 发展传统产业 是重要的后勤之源 一个 然后黑色 泰雅传统编织 让弱势妇女有工作 不但延续文化 也增加协会收入 共同厨房 也推风味餐 制作月饼 还有厨房后方的农园 开放任养 定时把收成 寄到山下给任养人 希望去创造更多自主才 也是让我们去做 我们更想要做的 跟更贴近部落的需求 透过常态性的弱势关怀 在偏远的大安溪谷 这一群人 努力延续 921部落重建精神 我们堡的大楼 每一年都算 9000以上的坑洞洞就对了 所以我们21年来 堡过已经 少人坑洞 竹山行商会 走遍中部地区 异物捕路 一包利青 重40公斤 平均年龄70多岁的志工 习以为常 志工何威智 今年80岁 参与捕路工作 一做超过20年 如果人家做做 贴300块 贴在门口 不把这个工贴 自拼 做一种门口的地方 竹山行商会 捕路源起 比921地震更早 曾国印是墓地风水师 921地震前 还没有行商会就投入 捕路工作 看人家乘机车 捕路 我们就有载钓 我们就来找 点子 来捕路 又有人捕路 这样 不知捕路 行商会延续921地震时的弱势关怀 为乡亲服务 至今没有间断 但随着志工年龄增长 新生代投入很重要 区会长曾国印的儿子 这几年也跟着爸爸来捕路 创会长庄振发 鼓励行商会世代传承 他买地捐出当仓库 放置捕路车辆 工具跟材料 希望年轻一辈 能延续这项工作 这一群捕路志工 为维护众人交通安全 留下动人的菩萨身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